大家好,我是然然,今天你们分享的就是拖了很久的50个问题关于我 我之前在微博上面就发了一条微博就是说 嗯,我拍视频也拍了那么久了,想说你们对我会不会,对我这个人会不会有一些问题想问啊什么的 然后我看很多博主也做这个专题,其实我已经很out了,我现在才做这个专题 但是呢,没有关系,因为我发了那条微博呢,其实也没有很多人回复过 大概也就才97条左右吧,所以看来大家对我这个人并没有什么疑问 好,那我们就现在先就直接开始回答问题吧,我先搜一搜我的微博啊 然后我就按那个时间,时间来回答,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回答 我第一个来,小姐姐读的什么专业,我大学读的专业是那个戏剧影视文学 如果说通俗一点的话,就是导演戏,是导演专业 但是呢,我读的这个导演专业呢,不是偏技术的,而是偏文学那边导演的 就是他会,我平常上课,大家就是去看电影啊,然后去看那些历史电影啊,分析 然后写分镜啊什么的,然后读那些戏剧史啊,反正是偏文学方便的导演这样的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专业还不错耶,就是平常的主要活动也就是看看电影,写写文章这样的 如果你对导演很感兴趣的话,还要再继续往上读,读研究生啊,博士啊,等等 你才会有更好的去发展方向吧,如果你只读一个本科的话,其实是没什么用的 喜欢小姐姐以前长发的样子,以后还会养长吗?会啊,肯定会养长啊 只是我现在剪了短发之后,剪了短发可能也两年了,还是一年左右吧 我觉得短发还蛮方便的,长发的话有一点难打理吧,对,洗的时候就很麻烦 up主的收入来源还有up主怎么接推广,如果觉得不太好回答就不用了 这个其实还蛮好回答的啊,就是我的收入来源呢,其实我做视频好像也三年了吧 我刚开始的时候是完全是没有收入来源的,可是平常我就会出去在香港做做兼职啊,做做做做兼职啊,或者是怎么样做兼职 然后供给我的钱,就是做兼职的钱,拿来买一些化妆品 其实这些主要就是因为我自己喜欢,才会去买,当时啊,就不是说为了什么要拍视频才会去买化妆品这样 然后后来慢慢的,我开始就是在B站里面发视频了之后呢,估计啊,我真的是拍了很久的 我的第一个推广是那个五股模仿,五股模仿的那个早餐的那个推广 然后之后也有接一些推广,不过刚开始接的那些推广大多数都是只有产品没有钱的 然后我接推广其实还蛮严格的,就是我不接任何微商的推广,任何微商的推广都不会接 然后三五的化妆品我也不会接,什么减肥药,瘦身药,什么酵素啊 那些,反正关于药保健类的,我也是绝对绝对不会接的 而且我还不随便乱接护肤品的推广,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虽然现在国产品牌的那些化妆品都发扬起来了 但是呢,很多就是国产品牌如果找我做护肤品的推广的话,我基本上都是不会接的 因为我不是说啊,我觉得国产品牌一定不行,而是我自己是一个超级敏感肌 我自己是不会去乱试用护肤品的,因为我之前有试过,我用那个玄化袖的那个睡眠面膜 就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疯狂的,长到疯狂的长到,所以从那之后呢,我对护肤品真的非常的相信 我绝对不会是乱试护肤品,就是我不敢当这个小白鼠 而且,所以呢,我自己不用的东西呢,我是没办法推荐给你们的 所以我是绝对不会接,乱接护肤品的推广的 但是如果有好的牌子,或者是一些比较知名的品牌,或者是口碑好的品牌的护肤品的话 我还是愿意尝试的,就是一些我完全没有听过的新品牌啊,或者是怎样的话 我就是不会接的,因为我不敢拿我自己的脸来当赌注 然后还有仪器方便呢,其实我现在也不怎么接的 你看我去年的时候有推广一些仪器嘛,就是什么提拉的仪器,还有脱毛仪啊 那些其实是完全没有钱的,只是会寄产品给你,你试用 然后就,如果觉得好的话,就拍一个视频 然后那些仪器呢,我觉得是真的不错 然后,像那个提拉的那个,是真的可以把脸上就是弄上去的 但是为什么我现在不接了呢,我觉得够了,就是这些产品 就来到继续都是这些,那也差不多啊,就是 对,而且我自己也是比较懒的那种 我不会去很长期的使用一个仪器 所以那当我没有不能长期使用这个仪器的时候 我就没办法给你们汇报这个仪器到底好不好用 所以现在呢,仪器那些推广呢,我也是基本上是不接的 反正我接推广是还蛮严格的,因为我觉得 首先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我不想说因为接推广随随便便就有钱 然后我就觉得,那是随便接吧 完全是,在我身上是行不通的,是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的 我不想因为我想赚这个钱,然后就随便乱推一些东西 然后可能会有人看到说想试试去买 然后就用了不好用或者什么的 这样的话我自己的良心会大大的不安逸 需要过我自己这一关吧 我觉得这个对于博主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然然平常是怎么护理头发的 我之后,我接下来还会再出一个头发护理的视频啦 对,那这个就不回答了,怎么减肥保持身材 这个呢我也想专门做一期 就是怎么减肥保持身材的专题 因为其实你们也可以看到我从刚开始拍视频的时候到现在 我真的瘦了很多 不过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哦 就是,我可能刚开始拍视频的三年前嘛 我的体重是46公斤 我到至今我的体重也是45-46公斤哦 但是我真的瘦了很多,我都不知道这些肉去哪里了 其实现在减肥什么保持身材的视频真的太多太多了 根本不差我这一个人说 你们如果有心去减肥 有心去控制自己的体重的话 早就控制了 根本不需要,不需要我 然然是什么时候 什么气急开始做up主的 就是,气急就是呢 我以前在香港的时候 非常的喜欢看YouTube的美妆类的东西 就是,我真的好喜欢那些拍美妆的人 那些人分享啊什么都非常喜欢 就是他们一出我是马上必看的那种 然后,当时我有一个很喜欢的博主 他就发了一个视频说我们可以去参加一个活动 然后就是一个SK2联合举办的一个 培养素人成为博主的一个活动视频 对,然后我就想说啊那我去试试好了 然后就参加了 因为被选入的时候就要拍视频了 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开始自己拍视频 然后呢,当时我参赛的那个视频就是那个 假装素颜装 是他们规定的题目 然后就是从那个视频开始入门的 你们可以去我B站看 那个是我当初发B站播放率 播放量最高的一个视频 就是当初刚开始做的时候播放量最高的一个视频 我记得这个视频当初还在B站的那个第一 第二这样排旋盘旋盘旋 一直第一第二第二第二 然后当时我还很开心这个视频可以 就是在B站的开始上去可以到这个位置 不过现在是不太可能了 现在我视频B站的视频播放量大概就只有 两三千吧 到底发生什么 不过没关系啦 人生就是这样起起伏伏 然然什么时候去的香港啊 在什么时候去的香港 我是初中毕业之后就来自香港读高中 在重庆读的哪几个学校 在重庆我读的是 初中小学我是不是说了吧 小学我在香港读的 然后初中我在那个江北那边读的 那个医中的分校 本重庆人真的很想听感染 在重庆的经历 我在重庆的经历吗 其实我初中的经历还蛮 还蛮有趣点 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我初中刚进去的时候 我是一个那种有点脾气很差很奇怪 然后很凶的一个人 真的 我真的觉得我以前真的很讨厌 我的脾气真的好奇怪 性格也很古怪的那种 你知道 就是可能随时随时就可以给你打架的那种 但是我现在真的改变了很多 我从来香港读高中之后 我就真的感性格上面啊 什么脾气上面啊 或者是处事上面啊 都真的改变了很多很多 我以前小时候就真的是不太懂事的那种 对 我以前还有就是 约过架呀什么的 对 就是一个不良少女 对我以前就是不良少女 然后 成绩也不好 然后什么 喝酒抽烟 烫发 然后就是都做过 这种抽烟 我是那种 不会吸到肺里的那种 我是那种假装自己 假装自己会抽烟的那种 就是准自己很帅 但是那个抽烟的话 大概就 就抽过个十几次吧 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抽过了 有的时候一些东西 你看起来好像很新奇 自己很想去尝试 但是你一试了 你就会发现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 你知道吗 所以在尝试过抽烟之后 假装抽烟之后呢 我就再也没有抽烟了 对 然后打架也是 我就是在 尝试过了之后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 很无趣的东西 就是没什么意义 你知道吗 我觉得 所以就之后也再也没有打过架了 然后之后 我就喜欢上一个男生 然后她是成绩很好的那种 我为了跟她成绩一样好 或者说 跟上她的学习成绩的脚步吧 我就开始认真地学习英文 还有物理 因为她这两个最好 然后就非常的努力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觉得其实我已经开始转变了 我觉得我初一的时候 是最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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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社会的那种感觉 反正我 其实这也算是我人生中的一个经历吧 我不排斥 我有过这一段的经历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这是你人生当中的污点 就是什么打架初夜啊 这些是你人生当中的污点 但是我自己觉得 这个就是人生啊 这个就是你人生所会经历的东西啊 你从小的时候 你不会有一个人告诉你说 你这条路该怎么走 这条路该怎么走 或者是就算有人告诉你 你也不一定会听他的 你一定要自己走过这条路 你自己经历过尝试过 什么 你才会知道好或者是不好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以前的这段经历呢 反而是让我变得更好 变成一个 跟以前完全不同人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大概是从初一就开始早恋 不过那个时候的早恋 真的是很纯情的 可能手都没有脱过的那种 我当然知道很多人肯定是初中高中 都是在学习中度过 就是没有所谓那种电影里面那种青春 当然也有这些朋友存在 然后也有像我这种 什么都尝试过啊 这种可能每个人的人生就是不太一样 每个人的选择也不太一样 所以不要去批判别人 什么以前做过的什么事情啊 我觉得那可能真的就是 他太小不懂事 所走的弯路而已 只要现在是一个好的人 怎么才能像你这么好看呢 真是的 既然你诚心诚意地夸了 那我就告诉你 变得好看自信是第一步 就是你要相信自己好看 然后就是其他的啦 比如说你不会化妆啊 怎么用化妆来改善 改善你五官的不足缺点啊什么的 怎么才能和然然一样 漂漂亮亮 你就是多看看我的视频吧 长发剪短发做了什么心理建设吗 一直想剪头发没干剪 其实我没有什么心理建设 因为头发对于我来说 就是一个剪了也会长长的东西 所以我希望在我还年轻的时候 可以做多一点的尝试 但是我甚至有想过把我头发剪成那种 超级短的那种寸头 或者是那种男生的那种头发来 我甚至有想过 我也试过说剪到这里 当时就发现原来我真的不太适合 剪的再短一点了 再短一点真的就不好看了 所以才留长 就是你必须要尝试尝试 你才会知道原来你 短发好像也行 长发也行 或者是什么头发也行 反正头发也会长长的 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做什么心理建设 要丑的话也是丑 如果讲真的丑的话 最多也就丑了半年一年 但是至少尝试了 反正人生就是要多尝试 不要等到你老了之后 你才会回想过 我年轻的时候都没有染过头发 什么的好后悔 那个时候已经晚了 我们才像然然一样 吃那么吃辣吗 都还辣吗 so 我觉得可能是基因问题吧 然然怎么越来越瘦了 你们可能也会觉得 其实我的脸真的是比以前 我以前拍视频的时候 真的脸超级肉肚肚 那个时候可能会比较婴儿肥一点吧 然后加上我后来 我每一天坚持坚持按摩 我真的是一直护肤的时候就会按摩 我觉得按摩脸就太重要了 让脸型变得好看 最理想的生活状态 我觉得我最理想的生活状态 首先我就是要独居 独居是我最理想的生活状态 只有我一个人的空间 然后我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不用受任何人的约束 不用向任何人请示 或者是 所以就算我出去租房子住的话 我都是不可能跟别人合作的 因为我最不喜欢 就是我迁就别人 或者是别人迁就我 我都是不喜欢的 这种状态会让我整个人觉得很紧绷 很不舒适的感觉 我觉得在家里就需要放松 就需要自己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自己有自己的时间安排 而不是一会也要牵着别人怎么做 或者是 你看别人牵着你 你也会觉得怪怪的 反正 我觉得最理想的生活状态就是 自己有稳定的收入 然后自己住 自己有自己的生活规划 工作规划 就是这样 重庆吃的店 我之前有推荐过 多高16 160 你为什么会去香港定居 香港定居 香港定居是因为我妈嫁过来香港 其实她很早之前就嫁过来香港了 大概 我可能会读 我读幼稚园的时候 就嫁过来香港了 反正就是我很小的时候 我这个daddy 就已经出现在了我的生活中 对 妈就嫁给了他 然后我是读出完初中 之后才来香港的 因为我之前都一直很抗拒去香港 这件事情 我都一直舍不得外婆 因为我这辈子最爱的人就是外婆了 她就是从我出生一直陪伴我长大 然后对 所以我就是很舍不得她 就是不想来香港 但是后来我为什么会来香港呢 有很多因素吧 其实我告诉你一个例子 最大的因素就是我 就是我当时 我不是跟你说我之前喜欢的一个男生吗 然后她去了美国 然后呢 因为我跟她有在一起过 在重庆 我就想说 我在重庆 就会有一直会有跟她的回忆 就会让我很伤心 所以我一定要离开这个伤心地 我当初还是这样发短信给我发什么的 我说 我决定我要去香港 我说因为我男朋友去了美国 我要离开重庆这个伤心地 所以我要去香港 开始新的生活 我当时还是这样发短信给我妈 我妈真是无语死了 没想到她劝我 怎么劝我都不来香港 最后我却会因为另外一个人来香港 有没有很想做 但一直没有做的事情 大概就是搬出去吧 就是一个人生活 这件事情我是一直很想做 但是我接下来也要实现这个东西了 我会 我准备去深圳租房子 自己一个人住 因为香港的房租 说实话香港的房租 你可能每个月给一万块 都会住到那种很难以形容的房子 但是在深圳呢 的选择就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会去深圳租房子 而且我超喜欢深圳的 深圳就是很方便的 其实就是 叫外卖啊什么的 所以是想喝什么 就会什么啊 深圳比香港方便好的好的 所以我是最想去深圳住的 穿搭怎么提升呢 超喜欢你的衣品 谢谢谢谢谢谢 穿搭怎么提升呢 就是多看一些时尚博主的穿搭 然后真的需要多看 我发现真的多看真的太有用了 你看他们你就会有自己的灵感 就算你去模仿他 就算你去买跟他一模一样的衣服也好 但都是你自己的一个尝试 一个新的跨步 这会让你在 以后自己选衣服的时候 也会有一个方向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要多去看那些 时尚博主啊 或者是你喜欢的博主 穿搭 跟着那方向来 大概穿着穿着 你就大概会找到自己的一个 搭配方向 找到自己的一个风格 然然在香港工作吗 我在香港做过还蛮 还做过蛮多兼职的 但是全职的工作呢 我就是没有做过 我做过一个咖啡 我之前给你们推荐过的 咖啡中的那间吃的的 witress 就是服务生 好然后 那个工作真的还很辛苦 然后还做过 去那个卖包包的sales 然后 还做过promoter 还卖过手机 就是做过蛮多兼职的 我觉得这些经历 对我来说都是非常的有趣 想听我的恋爱故事 我的恋爱故事 我之前有写过一个恋爱故事 在我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那个好像断根链 嗯 我到底什么时候 才会把接下来的恋爱故事写好的 我也不知道 如果你有兴趣看我的 那个第一个恋爱故事的话 可以去我的服务中号看 在这里 就是我工作的时候 娱乐爱好现在我的工作 就是自媒体 娱乐爱好平常就是唱唱歌 逛逛街 剪剪片 我最近最近要开始练瑜伽了 想问阮阮名字的由来 我名字由来 好像是 这个名字不是我爸妈取的 是我爸妈的一个老师取的 就是会希望我 自然然的 如意自然的这样子 是吧 一般什么时候回重庆 会考虑和你的小妹妹约火锅吗 哎我还有小妹妹吗 真的好荣幸啊 我一般 回重庆的话 可能一年回一次这样吧 因为我会回重庆 然后 我会回去陪陪她 什么的 会考虑和你的小妹妹 我觉得可以啊 大家一起吃个火锅 吃个火锅 但是呢 这还蛮有风险的 因为毕竟有什么百万博主 我如果约火锅的话 要是没有人来不就尴尬了吗 想问阮阮 目前最喜欢的视频是哪个 最不满意的是哪个 其实我很不满意的视频 真的非常的多 让自己变得好看 再到镜头面前 我真的是很随便 可能我夹一个夹子 这样夹着 我可能就从头到尾就一直夹着 或者整期视频都忘记涂口红啊 或者穿衣服 穿得很丑啊 穿一个睡衣啊什么的 很失败的一点就是 我明明就是想要 跟大家 变说如何变美 如何变漂亮 但是我自己是在视频面前 这么的邋遢 不觉得很矛盾吗 所以我现在拍视频的话 我都会 卷好头发啊 然后穿得好看一点啊 然后就是把妆化的完整一点 就是不要让自己 那么邋遢的呈现 在大家面前 然后告诉大家 这样好看如何变美 我觉得这是完全不make sense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现在以前的视频 我大多数都还蛮不满意的 然后我最满意的视频 其实我自己最满意的视频 我觉得是那个 偶遇男神 偶遇男神 那个视频真的是我突然来的灵感 然后是我真的是 认认真真的出去拍 然后拜托我朋友帮我 然后拍 然后那只狗也很配合 那个蛋糕 就是小柴犬也很配合 然后整个剪啊什么的 真的是我一个 可以说是我所有视频里面 我最用心的一个视频了 所以我最满意的视频就是那个视频 假装素颜牙那些 我都还是ok的 就是觉得以前 以前自己说话怎么会那么慢呢 就是我来表演一下 我以前自己说话的样子 hello大家好 我是然然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 素颜妆 我以前说话就是这样的 我看我以前的视频 我就觉得疯了 真是觉得疯了 以前说话怎么那么慢 这么慢呢 怎么回事呢 然然脸越来越小了 想知道为什么 就是按摩按摩按摩 真的太重要了 然然每次穿搭都好好看 教我们 我接下来肯定会拍穿搭视频的 然后为什么会去香港 好像香港的大学 那感觉好 那香港的大学真的很难 很难真的太难 心情低落的时候怎么解决 要看什么心情低落 就是如果我是为 失恋烦恼的话 一定要听个 必须要听个 失恋烦恼的话 一定要找那些失恋 很惨的歌 然后听 然后一边听 然后还一边哭 然后可能会慢慢睡着 生活压力烦恼 或者是什么烦恼的话 不时的话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该怎么解决 我最近也是在为我自己想自己出去住 而烦恼 就是房租啊 或者找房子 那些问题 就是辗转反侧 真的安慰自己说 人生就是这样子 总有一些你想得到 又得不到的东西 已经活到24年了 又是没有试过 喜欢什么东西得不到 所以现在 也是这样 就是 也没办法 只能好好努力的 多久换一次发型 其实抽风吧 有的时候抽风就想换过发型 经常在香港出没的地方 铜锣湾尖嘴旺角 我想问看你视频的时候 看你会莫名打嗝 是不是会有胃气 有没有调理过 哎 笑死我了 什么时候视频莫名打嗝 不是吃螺丝粉的时候才打嗝 才打嗝嗝 想问然然你以后自己的网络 发展规划是什么 公众号也做了 以后打算如何发展呢 其实我的发展走一步 算一步这样 虽然我也是很想 我们粉丝可能多一点 就是长得多一点啊 什么十万二十万 三十万一百万 不过这个只是一个 理想梦想 因为现在视频的博主 太多太多了 像我这种 没有什么个人风格的博主的话 算是比较渺小的吧 反正就是希望 可以继续一直拍视频下去 然后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这样的 小然然从事什么行业的工作 或者是说准备从事什么行业的工作 我想的话 我目前的话就是想做自媒体 就是做视频博主 就这样 Forever 一直分享我的人生 到我死的那一天 然后 但是如果你说真的是一个 很稳定的工作的话 我想做那种 嗯 从事电影方面的 东西吧 做幕后也好 目前就不太可能 就我这样脸 做幕后啊 什么之类的吧 当美妆博主的感觉 当美妆博主的感觉 就是还蛮开心的 就是当你分享一些东西 然后别人 然后你们会给我回应的时候 我会觉得 就还蛮开心的 因为我们其实都是陌生人 就在网络世界上 也互不相识 就是因为一个视频 然后让我们好像有了沟通 好像有了聊天的感觉 好像会变成网络世界上的朋友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神奇 非常美好的事情 大学选的什么学校 我选的是西南大学 就是重庆西南大学 相机的话 我现在录视频的相机 是佳能70D 我拍Vlog的相机 是佳能GTX Mark II 然后平常就去用iPhone拍照 大学期间有坚持发展 在人认的金钱观 金钱观就是 一定要存钱 一定要存钱 我觉得存钱是会 给我带来安全感 恋爱观还有交友观 恋爱观我觉得 是要找一个 我可以掌控你 但是你也可以掌控我的人 我不喜欢那种 百分之百被我掌控 我说一就是一的那种人 当我的对象 因为我觉得那种的话 你的关系是不平等的 当关系不平等的时候 可能你觉得对方 好像什么都很不从你 什么都很顺从你 你可能会觉得很开心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可能对方会不愿意 他是因为短暂的喜欢你才会 愿意去服从你这件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说 你当初对我这么好 为什么现在解了婚就变了 或者什么时间久就变了 就是因为你们 从一开始就是处于一个 不平等的位置 所以可能他就一直是 心生怨念或者什么的 当然这也是要看人的 这个都是说不定的 但是我自己的话 我会比较希望找一个 我们的位置是平等的 就是他可以给我一些建议 我也可以给他一些建议 我们的关系是一个 比较互相进步的关系吧 不要是互相落后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你一定一定要听我的 就是帮你一个人生活 你的生活品质在一个中等的 但是呢 如果你恋爱了 你的生活却因为这个恋爱 被降到了低的水平 就是你必须要因为 跟他在一起 所以你要省吃减用 被拉到了低的水平的话 建议分手 因为恋爱 难道不是需要互相进步 互相一起努力变得更好吗 怎么会在一起之后 反而会拉低你的生活品质呢 我是没有办法解释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一旦我跟他恋爱 我发现我跟他恋爱 他会降低我的生活品质的话 我就会觉得不行 不要觉得说 我现在陪他吃户的 他飞黄腾达了 或者等他什么 我就好了什么的 这是绝对错误的一个观点 永远不要去等一个人变好 然后才让你好 而是要自己变好 或者是你们共同变好 如果只有他好 你不进步的话 他好了 你早就会被他甩 交友观的话 我觉得就是要交 志同道合的朋友吧 然后你们的金钱观啊 消费观那些都要一致才行 然然的50问是难产吗 没有难产 我现在终于产出来了 终于拍出来了 希望我的这个50个问题 或者是我的一些人生观 恋爱观 今天观 交友观 什么的 或者是一些我的人生的经历 可以给你 现在的一些 启示也好 一些传递一些东西也好 反正我希望这个视频 不要是一些 一个废话的视频 希望能带给你们 一丁点什么东西 好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分享 希望大家给我的评论 订阅点赞 转发你们的支持 真的就是我做视频的动力 很感谢很感谢你们现在对我的支持 真的是我继续拍视频的 唯一的动力 真的是唯一的动力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下个视频见吧 拜拜